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明顯放晴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整個這邊有一塊乾的空氣在這個地方 昨天北台灣東台灣有點雨 這雲汐已經過來了 所以未來這幾天天氣真的很好很好很好 請大家一定要把握喔 好到什麼時候 目前整個預測來看的話 至少會到禮拜五到禮拜六 也就是說可能到大年初一都還不錯 未來就要觀察 就是預期整個在中國南方會有封面系統 會有一些小的擾動 預計是在禮拜六到禮拜天 就是大年初一到初二的時候接近到台灣 同時後面也有冷空氣在下來 所以各位朋友看 恐怕在初二大概最晚就在初二之後 一直到年節結束就是一個濕冷的天氣 而且還會降溫 請大家要特別提高警覺了 所以目前整個預測來看的話 請大家兩個階段從現在開始大幅度的回溫 一直到除夕那一天 甚至到大年初一那天 但是接下來大年初一到初二的時候 為什麼說這個呢 因為天氣中間有一個段落 前後現在來看的話 可能是在初一到初二之間會有一些變化 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等於是這個大幅度的往下 可能呢到我們假期結束那一兩天 有機會會結到蠻低的溫度 當然現在有些預報的很低啦 但是各位看看就好 最近的修正的幅度都蠻大的 但是至少呢有可能會落在冷氣團的水準 等於是過年的末期的時候 請大家要留意一下 所以這幾天呢就明顯大幅度的回溫 禮拜四禮拜五有沒有看到 25到267度 其實就是很舒服的溫度 一直持續到這個禮拜天 可能就會降溫 所以這個禮拜呢 過年前的天氣是相當的好的 請大家如果要走春或是大掃除 趕快趁這幾天吧 禮拜四禮拜五都不錯 然後接下來呢就大幅度的往下滑了 這個溫度呢一開始不會降的特別多 但是呢到了下禮拜一二三 那一半恐怕就會降到很冷的感覺 當然這個還有變動空間 因為還有一個禮拜 但是大趨勢已經蠻穩定的 南部呢也會有些變化 尤其是南部呢 在禮拜天禮拜一的時候 恐怕都是會容易有雨的 所以我們目前來預測到 未來這幾天都是不錯的 到禮拜四禮拜五之後就慢慢的改變 尤其是禮拜六禮拜天 可能是整個全台湾都是有雨的天氣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大致上呢這兩天天氣真的慢慢的回溫 越來越好 預計呢明天禮拜二白天更好 各地溫度就回溫了 每天回溫一點一點一點 那不過呢 好天氣之下 中南部呢就比較穩定 要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略差一些些 大致上天氣是不錯的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明顯回溫轉型到除夕 甚至有可能到大年除一 除一 除二之間 這個時間點 有一個大概六到十二小時的 移動的這個落差在 可能呢會開始水氣增多 全台偶雨 逐漸降溫到初四初五 尤其是初四初五的時候 就下禮拜二三的時候 可能會滿冷的 請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還不要說 會不會什麼寒流冷氣團 但至少呢可能就是像現在 十四十三度左右 會讓你很有感覺 年節的天氣呢 是略不穩定有雨的 請大家要預作安排一下 才能夠讓你這個 找到好天氣喔 明明知道這樣 你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要賞櫻花或各方面 不妨撐這兩三天 是最合適的